各位先生方廟協助持戶推動希望恩赤方青少年地方專案 赞助各位金匪新代表915,580元 而且官警總計33萬塊台幣 以及提供50萬元 各自10位金行 各位市長安民匪特別前往感謝先生方廟的誠心意義 並且代表持民朋友提前感謝 希望恩赤方青少年竹梦專案 在市政府和民間單位的共同基盤之下 已经帮助過無所青少年透過儲蓄保險的方式 迫力貧困 你今年竹梦專案 找得好在街市新方廟全基行 便有新方廟贊助金匪 31万5千580元 跟市長民区也特別前往 感謝新方廟的誠心意義 也希望在街市政府一起新方廟的共同協助之下 帮助这群青少年 兵世六世 今年已是第三年 希望恩赤方的青少年竹梦計畫 那這邊再一次得到 第三年得到了我們上方廟 以及我們主社會的大力幫忙 我們這一次真的非常的感動 剛剛聽到我們其中一位就是黃廷怡同學 他代表在說明的時候 我也覺得感動 因為這個各位我想我們相信貧窮不是英文 貧窮不可止 貧窮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困境 尤其在疫情衝擊的時候他們比我們更辛苦 可是他們非常的令人感動 是永不放棄的精神 而且參與了希望恩赤方的過程當中 聽到他在這中間過程的一個受到的輔導 以及他的課程還有他的感恩 我覺得我們看到孩子能夠很正向的能量去面對 我覺得非常的了不起 所以在這家把社會的愛凝聚在一起 看到我們年輕的孩子們 他有更大的勇氣 然後努力的往前走 我相信脫貧絕對是一定要 而且也能夠讓我們再找出未來的希望 另外除了觀景金肥以外 該是向苗角組成會 要特別觀景33萬的快篩季 提供凱智信心將來服務單位使用 近觀景50萬塊 提供凱智食物銀行 真加利上所有的物資來幫助六世 這次對於弱食團體 我們所需要的快篩季 也捐獻了給我們1000劑 那我們會提供給我們身心障礙的朋友 他們的需要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更感動的就是食物銀行 像方表這邊又提供了50萬具體的食物 我想這些要提供給我們食物銀行 讓他更充實 所以讓他滿滿的愛 我們要告訴大家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請大家不要放棄 我們集合了市政府 就是做了一個平台 集合了大家的愛與需要的地方 在供給跟需要當中 我們有一個最好的平衡點 而且大家珍惜努力感恩 那我們有更大往前走的能量 該市政府表現 希望恩赐方的推動 不能改革家修理好目的困境 竟讓他們有自立精神的動力 並運用民間資源 讓家修理好保持平衡 也希望緊坐民間單位 共同投資應用 讓社會可以跟關懷六世俗倫 在節目中的民間的七彩虹 福德 嗨 大家好 我是嘉義市長黃敏慧 大家好 我是嘉義市同文國小校長林秀江 每一年的暑假 孩子們最期待的暑期活動 就是科學168教育國難會 想到去年度 我們把場地擴大到 港平風雨球場 港平國小 我們的主題是家鄉最科學 有科普教室 創客教室 主題特展 定向月演 還有無人機 飛空表演等活動 內容非常的豐富 吸引了超過10萬人次的參與 這都是令人難忘的回憶 沒錯 除了嘉義市的孩子 活動中 更有來自台灣各地的學生 到嘉義市共襄盛舉 是啊 科學168是嘉義市的教育品牌 我深深的引以為傲 但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今年度的科學168必須要取消實體活動的辦理 不過孩子們 您的聲音我聽到了 為了讓我們的孩子能夠在 雪假期間還可以參與科學168的活動 今年度我們就轉型推出了科學寶盒的計劃 我們為每個嘉義市的小朋友準備的科學寶盒 裡面除了完成科學實驗需要的材料以外 還有一本實驗手冊 孩子們可以在家中自己完成一個個有趣的小實驗 我們相信今年的暑假 對嘉義市的孩子們來說 一定是最特別的一個暑假 科學不僅是機勢 更是一個生活的態度 透過科學管閣 我相信孩子們能在做中學學中做 手腦必用 學習不落後 雙手萬能 科學鑽手